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庫倫定律 那最早法國的物理學家 把這個電荷之間的力量化 所以我們把電量的單位叫庫倫 那電荷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們叫做庫倫定律 來這個庫倫定律叫做R平方分之KQQ 各位你有沒有覺得它有一點面熟 你發現物理的公式長得好像都蠻像的 我們前面講到的萬有引力定律 叫R平方分之GMM 所以庫倫定律叫R平方分之KQQ 它跟怎麼樣 它跟兩個電荷之間的距離的平方乘反比 跟兩個電量之間的乘積乘比 它們確實是蠻像的 所以我們後面也常常會把兩個一起拿來比較 那順便也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萬有引力定律 但是兩者之間呢 雖然有些地方一樣 但是有些地方還是不一樣 比如說像我們講的萬有引力一定是引力 可是庫倫定律呢 它有引力也有斥力 各位它有引力也有斥力 兩個電荷如果是一號 那它變引力 如果兩個電荷是同號的話 它會變成怎麼樣 它會變成斥力 這是還是有差別的 那其中R平方分之KQQ的K 叫九乘上十的九次方 那各位呢 在斷考的時候這個數字可能要稍微計一下下 因為學校斷考的時候 這個東西可能會當作是已知的這個常數 它就不再特別給你了 那當然在聯考的時候 如果它要計算的話 它會給你 那有的書會把這個K庫倫常數 寫成叫4πε0分之1 這ε0叫做真空中的這個電容率 點點點 不過這個東西暫時不用寫的這麼複雜 我們只要寫R平方分之KQQ就可以了 你寫4πε0分之1 那只是把另外一個常數換成另外一個常數 你也是換湯不換藥啊 那何必把這個常數搞這麼複雜呢 我們後面講到怎麼樣 講到電流磁效應的時候 那我再告訴你 為什麼會有這個ε0的存在 那為什麼我們要寫K 那不把它寫成叫4πε0分之1 這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你說老師 那它最早是怎麼做呢 它是用一個方法叫做扭蹭 叫扭蹭 那我們之前在第六章的時候 其實有先提到怎麼樣 提到扭蹭 不過這個誓有先後順序嘛 凡誓總有先來後到 其實最早是庫倫呢 先利用這個扭蹭去測量怎麼樣 測量這個庫倫這個定律 那這個在書上也有講 它的怎麼樣 它最早的實驗儀器 庫倫最早的實驗儀器 那不過呢 這個我們在講的先後順序呢 是先講這個外源力 所以呢 卡文迪西就模仿庫倫的扭蹭實驗 測量出怎麼樣 測量出這個外源力的大小 所以呢 這個我們利用怎麼樣 利用同樣的概念 你就可以去理解 那庫倫當初 怎麼樣去測量出 這庫倫力的大小 到底有多少 好 那這個有一個基本概念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比較一下 這個外源力定律呢 跟庫倫定律呢 到底有什麼差 這外源力跟庫倫力 到底有什麼差 那他們呢 第一個都是超距離 現在呢 超距離有三個 那就只差一個叫磁力 還沒有出現 那磁力也會有一個 跟他們類似的結果 我們在電流的磁效應裡面講到 叫做帝歐沙法定律 所以現在呢 三個夥伴 還差一個 所以先有這個 牛頓外源力定律 好 再來就是庫倫定律 那他們呢 欸 長相都蠻像的 那這個外源力常數 庫倫常數 這個各位不用特意去背它 但是有一個地方 叫相義處 各位 外源力 只有引力 可是庫倫力呢 它有引力 也有怎麼樣 也有次力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差別 那我們後面呢 好 我們看背注的地方 我們後面會用實際的題目呢 去算 我會告訴你 基本電荷之間的庫倫力 會比外源力大很多 算的話 大概是10的39之方倍左右 後面呢 我們有範例 實際算給你看 但是呢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是講基本電荷之間 不要斷章取義 那很多人說 老師 那我知道了 以後我們做題目 不用考慮外源力 也不一定 如果他跟你講 有一個帶電的金屬球 好 那看 他跟另外一個金屬球之間 好 這個庫倫力 可是這個大大的金屬球 它的重力可能很大 所以 這個時候 這個外源力 可能還是要考慮一下下 所以呢 這個考慮的是 我們現在寫的是 基本電荷 比如說電子繞著原子而轉 我們在原子模型裡面 這些基本電荷之間的庫倫力 比外源力大很多 大概大 10的39之方倍左右 所以 如果沒有特別聲明的話 我們一般 在基本電荷 就是原子之間 只有考慮 就考慮怎麼樣 考慮庫倫力 好 就可以了 來 接下來 第三個 那我們之前呢 其實在外源力 有提到過 你的公式只能用在 點 球 球殼 其他都不能用 各位 只能用在點 球 球殼 其他都不能用 其他要怎麼樣 要積分 這概念很重要 等一下呢 我會舉一個 觀念題 給大家看 它不是講 點電荷 它是講 兩個代正電的物體 那很多人說 老師 我知道 帶正電嗎 彼此是什麼 彼此是刺力啊 點電荷是刺力 可是帶正電的物體 它是物體不是電 它是物體的話 那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刺力 有可能是引力 甚至有可能 它們之間合力等於0 所以伏筆中 來 所以各位 這個不是說 公式背起來就好了 它的限制 使用說明 這概念要有 所以你的公式 是適用在 點球球殼 所以 假設有一個大的立方體 好 帶電量呢 叫大Q 小的立方體 帶電量小Q 直心的距離是R 沒錯 我直心了 算R 那可不可以寫R平方 KQQ 當然是不行 各位當然是不行 這個必須要切成很多很多塊 然後積分 我們後面就會算到一個圓環的問題 那如果說 今天假設這是一個 這個球 它帶有電量 叫大Q 帶有電量 另外一個小球呢 帶有電量小Q 它們之間的庫能力 可不可以寫成R平方的KQQ呢 好 當然有前提 假設它們的電荷都是均勻分布 也不是說球就對 這球 還得要電荷均勻分布 如果是電荷均勻分布的話 那它們之間的力 可以這樣寫 可以這樣寫 那球如果對 球殼也會對 因為 你把兩個球相減 就變球殼 如果球對 兩個球相減 就變球殼 所以球殼 也是可以這樣子用 當然我們前面 在講力學的時候講過 很多小朋友說 老師 可是我明明算 它們執心的距離啊 你算執心也沒有用 執心其實是一個力矩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力的概念 力跟力矩是不一樣的 在以前盡力平衡的 我們就講到過 你合力等於0 不代表合力矩就一定等於0 合力矩等於0 也不代表它合力就一定怎麼樣 一定等於0 所以力是力 力矩是力矩 我們講的執心是一種力矩的概念 你不能說 反正東馬有執心 所以這個力一定也會這樣子 這個觀念是完全不對的 所以記住 你的公式只能用在 點球球殼 其他都不能夠直接用 好 那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聯考有考過 假設有個圓環 各位 這是一個圓環 像呼拉圈一樣 圓環 不是一個球殼 這個圓環帶電量大Q 這個圓環帶電量小Q 那他們之間的力 是不是R平方的KQQ呢 假設執心的距離是R 是不是R平方KQQ呢 一定不是 因為它是個圓環 它不是一個點 也不是一個球 它也不是一個球 它就是一個圓環啊 那不符合我們剛剛講的 好 你的公式是點球球殼啊 所以當然是怎麼樣 當然是不能直接帶R平方分成KQQ 所以我們後面要算到 你要切割 要切成很多很多塊 然後算 每一小塊對它的力 把它加起來 老師 這會不會難加 不會 I promise 我們四行就可以把它加完了 四行就可以把它加完了 好 關於剛剛這個我們剛講 執心是力取的概念 這個庫能力是力的概念 那我們再補充一件事情 很多人說 老師那我算執心可不可以 好 假設這個圓環啊 我基本上執心來看這樣可不可以 當然是不行啊 我舉個反例好了 各位 來你想像一下 發揮你的想像力 好 我們之前在萬利 其實也有提過類似的這個例子 假設你把這個球放在正中間 放在正中間 好 你把這個球放在正中間 各位 你這個圓環對它的力是多少 你知道嗎 這個力其實是0啊 因為上面對它 好 假設吸引力 下面對它 假設吸引力 左右對稱的地方 任何對稱的地方 對它來講 其實都是吸引力 所以合力等於0 各位 你把這個球放在正中間的話 這個圓環對它 剛好力是0 你想像嗎 一個圓環你放在正中間 剛好合力等於0 可是如果現在你把整個Q 用直線來看 集中在正中間 各位 另外一個球也放正中間 兩個球都放正中間 距離0 距離0 這帶庫倫定律的話 這個力會變無限大 顯然就不對了 你看 你用圓環看的話 這個圓環對正中間這個點 合力等於0 可是你把圓環集中到直線 你看這個點的話 兩個點距離0 力會變無限大 所以這個顯然就不對了 所以你不能說 老師為什麼不能用直線去算 好 那我希望我們之間 不要開啟一段白爛的對話 老師為什麼不能用直線去算 那我就說為什麼可以 老師為什麼不行 不是為什麼可以 好 我取一個反例 就馬上就可以推翻 你的這個概念 好 你說用直線來算 可是我把所有的定二集中在直線 跟我不集中在直線 答案不一樣啊 所以你不能說 啊 我都有直線啊 也對 直線是直線 直點是直點 這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所以老師講了那麼久 只是要強調一個概念 加深一個概念 就是你的公式只能用在 點球球殼 我剛剛講這個球球殼 還得要均勻分布 這定二還得要均勻分布 如果電二不均勻分布的話 這個結果也不能用 所以任何公式 任何結果 好 都有前提在 我們後面就會算到 假設這個球殼對他的 這個圓環對他的力的話 就要切割成很多很多塊 算每一小盔他的這個力 把他們加總起來 好 那我剛剛講 你的公式只能用在點 好 這是基本假設 球還得要電二均勻分布 用球殼定理呢 可以證明 那球殼的話呢 電二也要均勻分布 他利用怎麼樣 利用兩個球的疊加 也可以證明 那當然球殼定理 我們之前其實也有提到過 在萬元力定理有提到過 如果你想要知道 他比較嚴格嚴謹的證明的話 那當然啦 這個時候就要跟大家推薦一本書啦 叫高中物理進階200篇 裡面呢就有這個嚴謹的 球殼的定理的證明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再介紹幾個小小的嘗試 第四個電子的發現 那電子的發現呢 這個我們在近代物理 會仔細去討論 就是湯姆森的因極射線管 那你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他測量了 不管怎麼樣 任何的這個氣體 都會發出這個相同的粒子 那這個赫子比都一樣 所以這個叫湯姆森 因極射線管實驗 我們在近代物理的時候 會仔細的去算這個東西 那再來最早把怎麼樣 把這個油滴 這個最早把電子呢 這個電量算出來的就是 米利坎的油滴實驗 那算出來呢 這個湯姆森呢 這個只量出赫子比 那米利坎的量出電子電量 所以我們也可以算出 電子的質量呢 大概是9.11乘上10的-31次方公斤 這個呢 也當做小小的基本常識 小小的基本常數 所以學校斷考 有時候他不會給你啦 不會給你 所以可能考前視覺佔留 稍微記一下 赫子比你不用去背 但是電子的質量 如果有空的話 你可以把它記起來 就是9.11乘上10的-31次方公斤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過 這個基本電荷是1.6乘上10的-19次方庫倫 那電子的電量 是-的1.6乘上10的-19次方庫倫 那直子的電量 是正的1.6乘上10的-19次方庫倫 好 那這幾個小小的數字呢 各位 那可能要把它記起來 因為這是屬於常用的一些概念 好 那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介紹的這個庫倫力的 這個基本 庫倫定律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們後面呢 好 等到看到實際的題目的時候 我想你會更容易了解 好 等到後面看題目的時候 不懂的部分 你也可以隨時回來看影片 好 這樣才能達成最好的學習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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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